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旅行要携带的商品清单 按照说明将东西打包收拾完毕后 你惬意地躺在床上 顺手打开淘宝 却惊喜地发现 淘宝首页上给你推荐了各种旅行商品 有旅行箱、摄像机 这些物品甚至比你自己考虑的还要周全 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推荐系统的身影 那么,什么是推荐系统呢? 推荐系统是一个user item二元体系 user是指用户 item是指商品 推荐系统是将两者合理地关联起来 具体来说 user是指要推荐物品的对象人群 item是指要推荐的物品 它可以是一部电影 一本小说 甚至是一个网页 以淘宝购物为例 每一个网上购物的顾客都是user 而网上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item 摄像机是一个item 旅行箱也是一个item 需要注意到 不同的item之间具有关联性 关联性有强有弱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同属电子产品 关联性较强 旅行箱和充电宝同属旅行产品 关联性较强 而旅行箱和智能手机关联性较弱 基于以上特征 推荐系统通过发掘用户行为 分析用户规律 从而实现个性化推荐 将衣服推荐给时尚达人 将篮球推荐给运动健将 将数码产品推荐给it用户 本质上实现了user item之间的合理关联 当存在m个不同的用户 和m个不同的电影时 推荐系统如何实现最佳的关联呢 此时我们需要借助电影类型特征进行分析 推荐系统当中有一种推荐方式lfm 也叫引因子分解 通过收集用户id 商品id和商品评价 我们可以把信息构建成一个大型矩阵 其中用户为行 商品信息为列 而评分元素则是矩阵 评分标准可以多种多样的 比如购买次数 评价等级 和购买所花的时间 由于用户只会给一小部分商品进行评分 所以评分矩阵中有大量调目缺失 这是一个稀疏矩阵 通过采用低质矩阵分解技术 我们可以得到用户行为特征向量 和商品特征向量 通过向量比较和计算 我们就可以找到商品特征差值较小的若干个商品 这些属于相似商品 相似商品可以作为相关推荐 而不相似商品则会被丢弃 推荐系统所做的工作 可以用物以类聚和人以群分来加以概括 举例来说 人以群分就是用户A喜欢披萨和沙拉 用户B喜欢披萨沙拉和可乐 由于用户A和用户B都喜欢披萨和沙拉 说明用户A和用户B是相似的 那么就把用户B喜欢的可乐推荐给用户A 物以类聚就是 兔子小灰喜欢白菜 胡萝卜和西红柿 兔子小红喜欢胡萝卜 兔子小白喜欢白菜 说明对兔子来说 胡萝卜白菜和西红柿是相似的 同理 手机和手机膜也是关联产品 当我们购买手机以后 往往会去购买手机膜等相关配件 推荐系统广泛存在于各类互联网公司 如头条 优酷 淘宝 京东 美团等 只要存在大量公用户消费的互联网商品 就存在推荐系统 如携乘商旅丰富的旅游地推荐 优酷上的精品推荐 甚至QQ上的好友推荐 推荐系统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我们在享受精准推送的同时 也要能够意识到 推荐系统可能会侵犯我们的个人隐私 同时越来越多的恶意用户 通过影响推荐系统的行为 来控制推荐系统 以提高物品的销量 比如淘宝上的刷单行为 更多有关推荐系统的内容 请参阅商汤教育联合出版的人工智能启蒙教材 我们后面会发布更多的视频 对它进行介绍 我是商汤教育研究员张军伟 也是人工智能启蒙的编委